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進這個影片跟我一起來玩 薩達傳說曠野之騎中文版 我說為 今天我們要剪荒野之塔 在地圖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圖的 西南方 看起來好像很遠 其實不會 我們就從初始台地的冰柱神廟 我們從這個地方出發 從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後面 就是我們的荒野之塔 在這個地方 我們標一個地圖釘 之後我們就往這邊走 就對了我們第一個要去的地方 在這個平台這邊 我們飛往這個平台 那出發囉 應該不會花你很多的體力 你就可以到這個平台了 大概花一圈的體力就可以飛到這個平台 然後我會在這邊休息一下 等到恢復體力以後 我們再從這邊爬上去 應該不會花你太多體力 至少是一圈體力可以爬的上去 我猜需要一圈體力再多一點點 的體力才可以爬上去 那爬上來以後呢 我們往 右邊走 因為我覺得往這邊走 然後再跳過去比較不會耗費體力 就我知道有很多方法可以到荒野之塔這邊 但是我今天想要介紹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只有一點點體力的話 你在剛開始玩這個遊戲的話 你可以走我的路線 如果你不想爆著炸彈飛來飛去的話 你可以走這條路 這條路比較不會耗費體力就對了 好醬 我們到了這個地方以後 你看到對面有一個 好像克洛格果實的感覺 我們就往克洛格果實這邊飛過去 但是也沒辦法飛那麼高 你可能會飛到克洛格果實的下面 我們的目標就是 這個平台好了 這是我們的第二個目標 應該很簡單就會到這個平台 然後我們再從這個平台 爬上克洛格果實那個平台 像這樣 還是一樣不會耗費你太多體力 就可以爬上克洛格果實的平台 應該是 逐步攻略 逐步到達荒野之塔 好那這邊這個克洛格果實 我就先不急了 我之後會錄特別的影片 專門解克洛格果實 那我們就從這個地方再爬上去 好爬上來以後 你會發現右邊有一些怪 你就不要看他們 往左邊走 這樣 不要看他們 然後繞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從這邊爬 比較方便 需要的毅力比較少 然後我就爬到這個平台 然後你看到前面有一個 好像 像這樣子的感覺 像這樣子的涼亭嗎 我們往這涼亭下面爬過去 應該也不會碰到什麼怪 走這條路的話 然後也不會耗費多少的體力 我們可以先爬到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再爬到上面去 中間還可以拿一個素素蘑菇 不錯 爬到這邊我就快到了 在上面 接下來的 山的這個高度沒有很陡 然後也沒有要爬很久 我還可以用跳的跳上去 接下來這邊有些怪 我們往左邊走 我們往右邊走 右邊走 這樣 不要跟那個蜥蜴再次碰到對頭 我們往右邊走 然後走到這個 恩 守護者這邊 他是死的守護者 你可以 拿他裡面的零件 拿了零件之後 我們往這邊走 這邊比較好爬 我知道我有利巴爾的那個飛行能力 但是我沒有在用 因為 我想很多看這個影片的人 還沒有利巴爾的能力 接下來左邊有一些怪 不要靠太左邊 你就往這邊看就好了 往 一直往你的右邊看就好了 這樣 刻意的往右邊看 然後 赤腳不要往左邊 刻意的往右邊看 這就可以完全跳過那些茉莉不離 然後 然後也不用怎麼樣消耗你的毅力 就可以爬到我們的塔這邊 過來送頭 回復下體驗 這樣我們就到荒野之塔 其實很簡單啊 從 初始台地就可以到荒野之塔了 那如果到荒野之塔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上去 有很多種上去的方法 最原始的一種就是 拿這邊的鐵塊 吸這邊的鐵塊 把鐵塊吸起來然後 把這邊的石頭打掉 像這樣 然後 然後再一路 在這邊建一個 冰柱 然後 一路爬上去 這樣 你在這邊建一個冰柱 這樣 從這邊陸地上建一個冰柱 一路爬上去 或從這邊 開始建冰柱一路爬上去 這是一種方法 那你也可以直接全程都用冰柱 比方說我就用冰柱 從這邊一直 建冰柱 也不用打石頭 然後這樣爬上去也可以 那如果大家有看看我影片的話 大家會看到我在荒野之塔這邊 會利用這個大鐵塊 塔上荒野之塔 像這樣 比方說我在這邊 放個炸彈 放個炸彈 放炸彈小心一點 不要把自己炸死 放個炸彈在這邊 走遠一點 然後 選磁力抓取器 把個大鐵塊放在這個炸彈的上面 接下來用你的靜止器 固定這個大鐵塊 然後在這鐵塊這邊施力 然後爬上這個大鐵塊 然後馬上換你的遙控炸彈 可以彈到很高的高空上面 很輕易就可以攀 登上這個荒野之塔 那就看大家用比較快的方法 還是比較老派的方法 這就是這一集的薩達投訴 我是跨野之奇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做更多更多 跟薩達投訴 跨野之奇相關的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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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